究竟最後一位拿到入學證出的妹妹會是誰呢 廣告回來馬上揭曉 到底是誰能夠順利進入我愛黑社會 也是最後一位啦 今天總共有四位而已 我們恭喜 19號的小嗨 19號的妮妮 恭喜咱們19號的參賽者妮妮 雖然名字被我們的黑人老師給念錯了 但靠著熟練的情意 還是拿到最後一張入學證書了 未來也要好好的打拚囉 我們請到我的妹妹 來 頒發我們的入學證書 以及我們的妹妹正飛套 心情怎麼樣 很開心 很開心 妳真的在Holly In當琴師啊 真的啊 每個禮拜五 八點到十點 明天可以來吃飯 可以打折 妳在那邊當琴師壓力會很大嗎 七個月了 七個月了 就是客人會點歌啊 或者是他們會要求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歌 然後在那邊可以學習很多東西 之後 如果是上節目以後 妳還會繼續在Holly In嗎 會啊 那邊簽約簽一年 有簽約的是不是 可是違約不會怎麼樣呢 什麼違約不會怎麼樣呢 做人要有道義啊 沒有 我不會違約 我會繼續簽約 因為那是我很喜歡的工作 那是我上104找工作 然後經過考試才進去的 所以不是就是直接可以進去這樣子 對 因為我想啊 也跟所有的同學講一下 如果進入我愛社會呢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不要影響到你的課業 還有你的生活型態 然後其他的呢 在課業之餘呢 可以來盡量的學習啊 或者是盡量秀出自己的才藝 那妳我愛社會有沒有喜歡的人 Vicky Vicky是不是 Vicky 妳也來 Vicky 而且我看過她本人 妳看過她本人 今天也看到了啊 對 可不可愛 可愛 妳是不是想要咬她這邊 還滿可愛的啦 給妳咬一口這邊好不好 那好 好的 謝謝 那我咬一口好了 謝謝 好啦 那妹妹和Vicky 代表黑社會跟她擁抱一下 好不好 好 歡迎妳來喔 給她掌聲鼓勵一下 恭喜以上這四位妹妹 永遠及我愛黑社會 未來還會有很多的考驗 要好好努力喔 不過在這邊呢 還是要請評審老師 為什麼這是這四位 其實今天來看喔 我有一個感想 我覺得現在 妹妹們的外型都非常好 所以其實今天來到二十個 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很亮眼 但是就是因為大家條件 都這麼好的狀況下 你的才藝表現 如果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突出了 那我覺得今天選出來的幾位 除了外型好之外 她在表演的投入 這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有一點就是 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明星味 這個明星味很難解釋 但是就客觀 其實就我們坐在這邊 或者說工作人員或導播 或者是黑人自己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出有一些人 是特別吸引人的 這個部分她自己可能都不明白 那這個部分也要自己去慢慢發掘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覺得你們在才藝表演 這件事情上都太隨便了 那在未來 有這麼多競爭者的狀況下 我覺得這樣的水準是不夠的 基本條件很好 而且你們都這麼的年輕 再過個不要說再過一年 我覺得他們大概有些人 如果努力一下 再做個三個月 六個月再來的話 可能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要非常鼓勵這些 有勇氣來參加比賽的這些人 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不過有幾位好像 幾位評審說是還非常有機會的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還有好幾個 就也經過這個激烈的討論了 說他有些人實在也蠻不錯的 但是在比較之下 可能他稍需要再努力一點 有些像他看起來就非常的吸引人 像我們看那個17號 對 17號這個小廚 其實他自己可能不明白 他如何可以更好 但是在場我們許多人看到他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 演藝圈好像又多了一個明星的感覺 其實17號你應該謝謝我們導播了 我們導播入行應該已經有講幾30年了 他一看到你 就覺得你非常有機會 但是我們今天來啊 才藝其實很重要 因為那個才藝如果選不對 或者是沒有準備好的話 可能很容易就是失去了機會 但是導播叫我們特別要跟你講 所以你很有機會要這樣繼續努力 謝謝 那另外有一個11號 就是那個崔蒂 他就是先表演古針 後來在演唱 其實他的演唱是非常好的 而且本人其實我們可以看 他其實相當的現代感 對啊 其實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他是有特別的味道 然後其實他在唱歌的過程 第一個聲音出來的時候都 哇 我們都嚇一跳 其實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時候是說也是個經驗 也許我們今天你沒有入選 但是你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聽到我們給你一些建議之後 你可能很快 你可以再回來 那當然最後一個就是 自彈自唱的那位 對 因為那個蘇俊老師有上去彈一下 對 特別加持一下 而且他有特別在我耳朵 這個咬了我耳根一下 講了我一下 在這個時代 還有這麼上進的女孩子 願意抱把吉他這樣 其實抱吉他滿累的 對 光是把吉他彈 這個提到攝影棚來就滿累的 那能選擇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也滿值得鼓勵的 那這部分 我們想這幾位都是相當好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我覺得給所有的妹妹 來做一個建議就是說 我覺得當藝人來講 他其實有很多的條件 像我們是屬於 屬於苦幹實幹型的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很好的外型 沒有很…老師是帥 我們兩個沒有什麼很好的外型 但是我覺得 我們已經擁有了很多很好的 比我們更好的先天的條件 但是我覺得你要問自己 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一定要把自己準備好 來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不管你生病 不管你怎麼樣 所有藝人也許所有藝人的暴病要演出 我們看了接觸多少藝人 例如說來我這邊排舞的藝人 他可能只有兩個鐘頭沒有睡覺 兩個鐘頭還要來排舞 明天要拍NTV了 他又有一大堆舞步要記著 他根本記不完 他是含著硬把撐完 拍完NTV之後 他要趕去別的地方 又繼續還是生病 沒有辦法停下來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你們要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例如說有些是自彈自唱型的 有些已經很漂亮的外表 我覺得你們必須要讓自己再厚實一點 就是你們的能量再厚實一點 可以準備迎接其他的挑戰 不要讓我們感覺到 我覺得我最可怕 我覺得看到的是進來說 我會跳舞 好 跳舞 就這樣來一個 老亂跳舞 然後說要唱歌 亂唱歌 唱歌的時候只是像KTV唱歌 我覺得對觀眾真的是很不負責 以前在節目裡面 我就有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滿足於說 路上的人看到你都說 哇 你好漂亮 然後有人想跟你搭訕 不要滿足於說 我可能是我們班上長得最好看 因為這樣的人 光班上最好看的也有幾萬人 所以自己一定要很努力才能夠突出 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藝人 我覺得其實今天 坦白講 各位今天有來參加比賽 其實你們的勇氣 其實已經是離演藝圈有進了一步 但是你進那一步之後 你要如何再跨進那一步 其實就是各位的才藝跟 各位的才能 要把它展現出來 其實在座各位 其實外在條件都不錯 在演藝圈 其實外在條件是在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們的條件 已經有這樣的先天條件因素 那其實像前面幾位 1號 2號 像12號 其實這幾位 其實外型來講 其實都還算不錯的 那只是說 你們再如何在這演藝圈當中 拿出你們的才藝跟才能 讓大家去接受你們 喜歡你們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不要擔心 不是漂亮就可以就夠了 對 像我們這種 菲律賓人也是可以的 今天謝謝三位評審 同學們 我們下課啦 我們下課的 我們下課ах 來吧 曼 大家 sizi 有人 中文字幕——YK